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见会的暴力对决 关掉方是西大老街 最大方是熊丽团队 熊丽现在在青岛战桥 念战桥吧 对 那关掉方这边上的是一个 盘斯武装的双锋 配合着石头领加石木 有石头 看了一把鸟阵 对面双绝是密石头化身 加地和的组合 同样是看了一把鸟阵 双方没有正法克制 那对面开场第一回合 也是直接点杀 关掉方盘斯小嫂已经挂中 业务清晨两千一夜 再来这肯定没了 那去开场熊丽的点杀 豪门都扛不住的 不过熊丽最近胜率有点高 所以他积分也上去了 遇到的一些团队 都是这些豪门 打的西大打雪山 打的雪山打曲腐 打完曲腐打鱼岛 打完鱼岛打自行城 就一个一个来着打 也挺累的 其实说句实话 连环接 再跟一下 关掉方这边的尸壳 下回合就可以把尸壳 直接摁死了 关掉方一旦没了尸壳 其实给到熊丽那边的 压迫感就会小很多 先点一个峰隙的话 对面可以有一个 比较流畅的出手环境 哎 关掉方化成寺不是熊霸天下吗 怎么变断云了 啥玩意 是换人了 还是 还是 还是盖名了 风狼使用尸壳也使用了有个十天了 也有了十天了 打了四次见会了 应该慢慢熟悉了 看人家这种顶尖指挥 熟悉的东西会比较快 有个一个月 半个月的就差不多了 哎 这一波诅咒之伤 对战方响点 关掉方武装罐 关掉方武装这边是 抢到的一手二速 抢到一手二速的话 无间地狱 好的一点是 可以去更多的控制一下 速度快 有优势 坏的一点是 对面出现了自动 坏的一点是 对战方地府 如果挂过小耸 关掉方这边是没法去清清的 因为你武装的速度 比人家地府速度快 有利有弊吧 凡事都是有利有弊 这山鹅拍过去 确实是有点痛 兄弟这团队没什么抗性 连接 有灵珠鸟这个宝宝 这化身色 染的这个 全粉 对面 一手无魂扔过来 武装精清 但是对面地府速度慢 人家可以后挂 小死亡 来小死亡 算了 小死亡目的挂中 那这就有点不太舒服了 其实兄弟 他这个打法比较依赖于前期的节奏 前期节奏一旦流畅起来 你任何一个服务器都不好的 除了国子剑 除了国子剑 不过还好 还有一个大死亡在 但是下回合化身色 就可以把这个大死亡直接吸走了 因为无间地狱的大死亡 只有两个回合 是可以直接吸走的 对面尸多 是直接起飞 四千多 伤害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后续看怎么去点杀吧 还是要把观众朋友的输出搞一搞 你看这个输出秒过去 对面也通的 力皮只有在大力金刚身上 感觉才有压迫感 才有那种 打击感 让这个尸多和神木一直这么秒 对面磁航都磁航 磁航不及的 那真的是 两回合就给你干绷了 这样的话 观众朋友盘四也可以拉起来 再换虚迷 压力再次来到观众朋友 对面两个雪 什么休息 下回合又到了对面爆发的时刻 感觉化身死 是不是 得起个纸了 观众朋友化身死 得起个纸 这一回合没起 下回合又没速度 好像可以搞一搞这个化身死 先压一个雪舌木 这个雪量压不住 对面是可以舍身取义的 先舍一口 黄泉之蜥 选择先把观众朋友盘四抓死 这个化身死还搞不搞了 一个雪雨肯定是不太够的 水清宝石头 雪雨配个连环机还是可以的 但是选择来击杀观众朋友的武装罐 化身死一活武装直接满血了 石头又飞出去了 哎呦 这俩叔叔没人管 真的是为所欲为了 四千切 这还没夹金刚呢 连环机 对面先搞观众朋友武装 但还是那句话没有小嗦呀 对象方就靠这么一个无间地狱打天下 有点不太好打 伤害还有点不太够 下回合武装罐是有速度的 可以舍一个雪神木 前提是雪神木不能倒呀 这雪神木倒了 下一回合也没输出了 观众朋友速度随便卡个大金 对面最起码是弄不死的 哪怕他磁航都不行 对象方式可以磁了 可以磁了 化身死可以把这个大死王吸走 要崩了呀 这 要崩盘 赶紧磁航 但磁航以后 这化身死身上的大死王可有点多呀 一手磁航先救起来 顾不了那么多了 化身死 身上是有15回合的大死王的对面 直接换大海灯没有去挂小死王 人卡大金 对面雪神木也没有人血雨 先出了个宝宝 嗯 那下回合可以接着挂小死王 继续点武装 尸陀这边有天地夜了 你小死王挂不住 就管不了这个尸陀的出手 神木前期是有163 对面不好点 小死王再点磐斯 两个雪雨扔过来 磐斯 差一点点 啊 差一点点 尸陀怎么说 尸陀 哎呦 又来了一手金青呀 那这样对面又失败了 给尸陀一手天地啊 这真的是太合理了 又得刺行 又得刺行 这花生死 身上十回合的大嫂 还得出两个 啊 还得出两个洋户 还得等两个回合 花生死 一时半会儿站不起来 这灵珠鸟的宝宝 简直太克兄弟了 兄弟最猛虚迷 你最猛的也秒不动啊 嗯 这些豪猛的法防太高了啊 刘云 雪神木不给自己 对面 再吃一手明智啊 只要观战方这边抢速度 对战方他就不好打 啊 这几天 教师节活动啊 大家赶紧上去搞一搞 练寿真经啊 搞一搞练寿真经 别忘了答题啊 不要卖体力了 又被团灭了 这个时候 地府是可以来一手 刺行的 算了 被套了 日月乾坤套中以后 不能用药品 不能用特技 这就很难受了 便宜还出了一把漫天 观战方终于有时间 给师徒拉一手金刚了 下回合可以拉一手金刚了 对战方全是隐身宝宝 看看观战方这个孩子 是不是地府的 是地府拉起化身室 通过化身室去伺候 小蕾藏道 没速度呀 没速度 对面 怎么这么针对这个潘斯的 这潘斯啊 对战方刚才补了几手特技以后 也是让两个血 什么的速度啊 快过了自己的地府 导致了观战方 盘斯先倒地 小蕾藏道是后挂出来 这个速度配的就难受了呀 流云补了一波 把自己地府的速度给搞慢了 额包 哎呦这些宝宝太疼了 一手无魂在人给化身似 对战方现在没有太强的点杀能力了 瑞月乾坤再套地府 打格呢 可是个地府呀 你怎么说套中就套中了 没了地府 你让兄弟怎么玩 水晶 宝石头 地府门派本身是靠风的 本身是靠风的 呃这场比赛的话 观战方两个输出 全程没断过 啊 全程没断过 一直在给到对面的压力啊 基本两个回合就能把对面团灭了 再来一手大风卷 一枪 没出连接 给化身似卡个蓝药 刺行完了是没蓝的 尸陀又能飞了 对面又在刺行了 射身局先救一个 再来一手金鸡 对面继续不留云 哎呦这 武装又没了 没了也就没了啊 你看对面就是这个样子啊 他两个雪什么 现在的速度是比地府快啊 这个很尴尬呀 石驼又要为所欲为了 有了石驼 观战方就舒服了 啊 之前那个化过身啊 数据也挺好 啊 反正打兄弟数据不错 但是你刷不到神针的时候啊 你只能单秒 啊 给到的压力是极其的有限 花骨身太看亮了啊 你看这石驼 稳定的面上 哎 隔一个回合一个阴级 隔一个回合一个阴级 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 射魂 给到化身似 也没什么用啊 对面现在 拿梦想点上化身似 根本就点不死 下回合他可以辞好 两个雪石墨 加一个石头领的连环剑 可以尝试的来干一干 可能性不大了 日月乾坤再套一个雪石墨 那算 小死亡挂中 那没输出了 连环机得走一走 但是石头没有 我观察方化身似速度快啊 化身似一口6600 其他人都是满血的 又卡了一个大金 可以贴保护 单一个石头 伤害是肯定不够 算了 石头都没机会出手 强拉石头了 连环机直接走 是可以贴保护的 而且观察方 这边给五双冠 把血量卡的也比较的高 贴保护了 再贴 其他四个人都是满血 雪石墨 没法出手 现在观察方武装 已经是全场的一锁 有的时候跟兄弟打 你抢速度会好打很多的 会好打很多 那这回又被团灭了 对面 辞不辞 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十几回合都没打出节奏 后边就是再次行 也无非就是 再挨一顿打 又被观察方捶一顿 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宝宝也被讨了 药品也用不出来 人你都拉不起来 就跟别谈别的了 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胖 如果有喜欢我视频 请帮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记得帮我产点赞 来个超级推荐 让更多的小伙伴 能看到我的视频 这回宝宝药品用不出来 辞不出来了 宝宝也点了防御了 很真实 很真实 战地再加 再加一个 不至于的 不至于的 瞎这么多 关着玩笑 拜拜